美国联准会公布7月会议记录 承诺要尽可能提升利率来控制通膨 让美股四大指数17日全面收黑 台股当然也好不到哪去 一开盘下跌80点以15384点开出 指数低档震荡中场下跌68点 以15396做收 先手15300点关卡 成交量也只有1978亿依然低迷 已经连五红了 短线的技术指标都已经过热了 所以今天出现一个技术性回答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不是长多了 然后开始做一些获利了解的一个调节 所导致的一个震荡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利空的讯息 打破台股连五红 晶圆双雄台积电联电跌幅一度超过1% 之一双双失手五日线成了压盘重心 恐怕也打散投资人信心 今年至今外资卖超台股快要一兆元 没有因为国安基金进场就回头大幅度加码 分析师也表示危机入市的股民 跟以往比起来减了不少 但已经站稳万物的台股还有机会上工吗 展望9月或许台股可以挥别8月利空阴霾 但联转会透露未来还有升息空间 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人声线库存风暴 在成交量无妨放大之前 投资人更要听看听 环宇新闻李文宇张亚珠台北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